印度总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拥抱外交 让外界印象深刻 可是印度真心靠拢美国并没有获得其希望的利好 而是遭到了美国的控制与打击 对老特兰说没有朋友 只有利益 莫迪纳马上赶住巴结老特结果也要凉凉 特朗普就是特朗普 如果自己感觉被占了便宜 不管是谁 都是六亲不认的 哪怕是印度 确实 美国优先和精致利己主义 才是特朗普唯一的原则 虽然印度积极地靠拢美国 积极地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但美国始终只是把印度当作一枚可以利用的棋子 按照路透社8日报道 美国将在两周内完成评估报告 将剥夺涉及印度56亿美元商品的优惠待遇 显然特朗普要对印度出手了 路透社分析 如果美国收回此优惠待遇 将是对印度最严厉的惩罚性措施 这对印度一些中小企业构成严重打击 按照特朗普的意思 那就是印度占了美国的便宜 这是其绝对不能允许的 专家指出 虽然印度为了靠拢美国做出了很大让步 但特朗普还是打心眼里对印度各种嫌弃 看不起 在特朗普眼里 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感情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有一小船说翻就翻 特朗普开始对印度出手了 并且是真金白银的狠手 这是特朗普一向的伎俩 对不听话的国家用加税做威胁 但个人认为 特朗普这个人 只要你顺从他一次 他以后就要不停地在你身上压榨 要到你想跑 逃也逃不了他的魔掌 只有世界各国联合起来不理会他的打击 把眼光放远 特朗普是个没法满足的人 只要他手中一日有权力 一日都会从你身上榨取 特朗普惩罚莫迪 源于印度的战略自主性 美国认为印度的一些做法 会干扰美国的战略部署 印度政府发展经济是其首选 未来五至十年内 很难改变这个政策 目前来说对于入伙美国 按照他的指挥棒打转是不太感兴趣 印度国内的经济状况使然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印度在美国的打击下国内 也出现了大量莫迪 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俄媒报道 印度出现了历史规模的大罢工 并且爆发了骚乱 印度政府被迫出动军警进行了镇压 造成了多人伤亡 根据报道 印度至少有六个邦 正在闹独立 并且独立情绪十分高涨 更为糟糕的是印度总理莫迪 还在地方选举中遭遇了失利 专家指出 虽然印度遭遇的困境根本原因在印度自身 但美国的渗透与打击 依然是重要因素 美意关系突然恶化 其实就是印度亲美失败的结果 印度亲美损失惨重的教训也告诉世界 并非每个国家都能靠亲美获取一定好处 大多数国家亲美的结局都很悲惨 嗜好失败 惨遭美国出手制裁 内部混乱不断 印度开始付出代价了 你怎么看 欢迎讨论交流 未经讨论交流 未经讨论交流 未经讨论交流